大家好,我是祝大家五一快乐的奥雷 今天带来经典IP单元剧 X档案第三季的第六集 网络情人 某日清晨,俄亥俄州巡警在巡逻时 发现一具死状奇惨无比的女性尸体 尸体几乎溶解殆尽 稍微碰下都可能散架 由于无法确定尸体的身份 警方只能通过随身证件 初步判定死者为劳伦女士 凶手似乎不是人类 警长为了保险起见 只能向FBI求助 几个月前 华盛顿州的阿伯丁氏 也发生过好几起类似案件 穆德发现这些案件的被害者均为女性 并且全都回复过某个报刊广告 说不定他们的遇害是同一凶手所为 通过询问劳伦的室友得知 劳伦前不久在网上结识了一名神秘男子 男子很会说话 并且还不是外貌党 劳伦身材发福 平日里没少遭白眼 男子的出现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黑夜中的明灯 因此忍不住与男子搞起网链 穆德根据室友提供的网民查询到 男子所用的账号为黑号 对应的身份信息则是已死的被害人 也就是说这名男子就是凶手 凶手杀完人后 又用被害人的信用卡注册聊天账号 继续寻找下个目标 与此同时 施考力在准备尸检时突然发现 劳伦的尸体已溶解大半 在这种情况下尸检纯属多余 导致劳伦溶解的主要原因是特殊炎酸 他的腐食能力是胃酸的三倍 目前还不清楚凶手是怎么得到他的 在凶手提出奔献请求时 劳伦特别紧张 因为他的体重又增加了不少 可是很奇怪 施考力却说 劳伦的尸体脂肪含量很低 这与事实不符 难道脂肪才是凶手的目标 如今凶手寻找猎物的方式 已由报刊广告转换成网上寻找 穆德为了防止女性们遇害 特意发布了网络提醒 但很可惜陷入热恋中的艾玛完全没当回事 甚至认为自己很会看人 网上的神秘网友那么绅士那么懂我 现实中绝不可能是变态凶手 为了得到苦等多年的幸福 艾玛决定不听劝告 鼓起勇气与网友见面 毫无疑问这个网友就是凶手 由于朋友的劝告导致艾玛约会迟到 深续耐心的凶手决定临时更改计划 在附近的妓女街上另找一个目标 只是没想到妓女一直不愿接吻 使得凶手无法下手 再一次索稳造句 凶手终于恼羞成怒 开始动用武力 虽然在这过程中有路人恰巧经过 导致凶手被迫中途逃跑 但妓女还是因为受到腐蚀 重伤不治身亡 凶手在跟劳伦谈恋爱时 引用了很多冷门高端诗句 有些诗句只有在指定的图书馆里才能看到 穆德因此推测 凶手的职业与文学有关 另外妓女在反抗时 也抓下了凶手的部分皮肉 只要拿着皮肉去化验 相信很快就能得到凶手的DNA 只是可惜 DNA的比对结果最终为空 凶手以前没有路过网 所以找不到相符信息 不过警长经过一轮排查 成功锁定了38名嫌疑人 从中找出凶手只是时间问题 凶手的皮肉虽然没有匹配到数据 但也暴露了一些信息 比如凶手患有特殊疾病 需要用脂肪来补充体内所需的化学物质 搞不好他和前两季那些食肝人水质人一样 基因遭受过突变 没过多久 警长便查到了凶手这边 凶手名叫英坎托 平时偶尔充当翻译写点东西 他的房东喜欢写诗 因此经常找他品鉴 他之前敷衍过房东 但却没啥效果 无奈只能配合 房东的女儿小夕是天生的盲人 可实际上他眼盲心不盲 在房东看来英坎托是颇有学识和风度的理想伴侣 但在他眼里却什么都不是 英坎托身上有股味道 闻起来很不舒服 为了对上次的迟到表示抱歉 埃玛决定请英坎托出来吃饭 并且还打算亲自开车送英坎托回家 与此同时 房东因为师哥太多 塞不进英坎托家的门缝 特意拿来钥匙 专程送师哥进去 结果他刚进去就看见苍蝇乱飞 埃玛在就餐期间 发现了英坎托身上的异状 但却被英坎托以试证为名 轻易搪塞过去 随后埃玛又产生了去英坎托家的想法 英坎托本想直接答应埃玛 可在关键时刻 他却发现了房东的身影 无奈之下只能匆忙拒绝埃玛 循着苍蝇的指引 房东发现了警长的尸体 而英坎托此时也刚好赶回家中 小西预感到房东遭遇不测 但英坎托不承认 他也不好质疑 英坎托以为小西什么都不懂 于是便饶了小西一命 房东的香水味 小西一闻就知道 所以刚一脱身 他就立刻报警 要求警方捉拿英坎托 但很可惜 警方始终还是来晚一步 英坎托一发现不对 就立刻溜走 由于时间紧迫 他只能放过房里的两具尸体 之前英坎托应付小西时 透露了自己打算去纽约一事 施考利认为 可以提前在机场设下埋伏 但穆德很清楚 英坎托不是傻子 他事后应该能想到 是小西抱的警 所以肯定不会执行原定计划 既然有聊天记录的硬盘 已被英坎托清空 穆德无法通过聊天记录 推测英坎托的想法 恢复数据对一般人来说 需要一定的水平才行 但在FBI里的专家看来 却是再简单不够的技能 只是英坎托额外给记录加了密 破解需要一点时间 这个真没办法 英坎托上次突然不辞而别 让艾玛很不高兴 这不明白了是在拒绝我吗 可看到英坎托一直在忏悔 艾玛最终还是于心不忍 将他请进家中 就在英坎托考虑着要不要下手时 专家刚好破解了英坎托的聊天信息 信息中记载有未来要下手的目标 时考利看后 第一时间打电话 联系英坎托的一众目标 很快艾玛家便响起间话铃声 间话被达陆基所接 艾玛和英坎托因此都没有听到提醒 牧师二人联系了绝大部分目标 剩下两人只能发邮件 然后亲自上门提醒 万幸的是艾玛收到了邮件 不幸的是英坎托在旁边 通过机面反射 英坎托看到了自己的画像 因而猜到邮件内容 等牧德和时考利赶过来时 艾玛已经奄奄一息 英坎托没想到牧师二人来得这么快 因此逃得比较仓促 牧德追上他只是时间问题 时考利本想找东西救着艾玛 可谁知竟突然遭到英坎托的偷袭 原来刚刚逃走的只是小偷 英坎托压根就没离开过房间 面对绝境 时考利再次爆发 但可惜即便这样也不是英坎托的对手 眼看时考利就要撑不住时 艾玛拿起时考利的手枪 及时将英坎托放倒 英坎托虽然没有被打死 但离死也不远了 毕竟老李克没有脂肪享用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因为化学物质不足 皮肤一层层剥落直到死亡 背负着47条人命 这种死法并不算残忍 哪怕他杀人取之是为了活命 可英坎托并不认为自己有错 我给了他们现实中没有的尊重和关心 他们给了我活命所需的脂肪 各取所需而已 谁对谁错尚未可知 本期X档案就到这里 我是奥雷 咱们下期再见 呀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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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